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大学附属池田小学 一名男子随身携带刀具 从学校没有上锁的门闯入 进入学校之后 对学校师生进行无差别的伤害 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很快 男子就被学校教职工人员和随后赶到的警察给制服 并且当场逮捕 又很快 男子的身份就被调查清楚了 他的名字叫宅坚守 而在这之前 他居然是日本当地政府的一名公务人员 这实在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一名政府的公务人员 怎么会变成一个对着学生痛下杀手的恶魔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好好地说一说 这个引起日本民众恐慌的宅坚守 宅坚守于1963年出生于大阪市附近的伊丹市 宅坚守家族往前追溯 世代习武是武士家族 很早以前生活在九州地方 然后呢 再搬到了伊丹市这边 我们都知道在日本的古代 武士阶层是要比平民阶层要高的 这也意味着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呢 就会受到更加严格的教育 所以宅坚守家里面也是一样的 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 就一直坚信着日本武士精神 对下一代的教育呢 也是坚信着棍棒底下出孝子 因此从小宅坚守的爷爷对他的父亲 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对宅坚守都是暴力教育 这种教育方式之下 对宅坚守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造成了他平时在家里面看上去呢 是比较乖的 但是从小性格当中就埋下了崇尚暴力 阴遇残暴的危险因素 而这一点呢 也在后面对他周边的同学和同事的采访当中 得到了证实 在宅坚守读小学的时候 他一旦受到父亲的家暴或者是心情不好 就会在外面抓野猫 抓小狗之类的小动物 然后又油把布给禁尸 紧紧地裹在小动物身上 再放火将其烧死 这样的虐杀方式 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欺负一下的范围了 而且他被家暴 或者是在学校被其他同学欺负之后 他一定会去找来比自己弱小的同学进行报复 这也是他宣泄的一种手段 那么如果小时候的这些情况 家人或者是同学能够及时的发泄并且制止的话 可能之后也就不会发生附属吃天小学的案件了 但是可惜的是 其实宅坚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十分的注意 十分的小心 也只有当时和他比较熟悉的几个朋友才会知道 而朋友们都担心宅坚守会对他们进行报复 所以就没有人将这些事情告诉他的家人或者是老师 根据他的同学后来回忆 其实宅坚守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加入日本的自卫队 也许是因为他家里本身就是武士家族 崇尚武力 而且当时自卫队的招兵启事呢 是非常威武的军人海报形象 对向往武力暴力的宅坚守来说 加入自卫队可能就意味着自己就能够成为一名施暴者了 而不是经常被家暴被欺负的人 在他自由的成长环境当中 让他觉得这就是一个拿力量说话的社会 弱肉强食 但是自卫队不是说你有武力就能够进去的 想要进去的话也是和日本公务员系统一样 也需要参加各项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被录用 而且要参加自卫队考试的前提是 需要考取一所比较好的高中 不幸的是宅坚守中考试力并没有上到一所好的学校 所以他只好选择家附近的一所之高 这对从小就想加入自卫队的宅坚守来说 显然是不满意的 宅坚守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到 宅坚守从小就是一个做事情 比较认真又比较执拗的人 认定的事情就要努力的去完成目标 一旦没有达到目标 他也不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而是会觉得周围的环境或者是周围的人影响到了他 所以才导致他没有实现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宅坚守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的失败 失败之后还要推卸责任的人 而他这样的一个性格 也是导致他后面心理扭曲的重要因素 在植高里面 宅坚守和周围的同学相处的不是很愉快 他经常对植高的同学说 我以后是要加入航空自卫队成为一名军官的 你们现在都要好好地对待我 不然以后等我发达了 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其他同学都觉得他莫名其妙 也时常地嘲笑和忽视他 宅坚守因为这个 多次和同学发生口角和冲突 这个次数一多 学校也不乐意了 于是在他读高傲的那一年 学校勒令他退学 在日本 被学校勒令退学的 要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学校接纳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如果不去接着读书的话 没有高中毕业证 根本就无法报考自卫队 为了能够进自卫队 宅坚守不得不去读夜校了 在夜校读了一年之后 他终于拿到了高中毕业证 宅坚守拿到毕业证之后 马上就去自卫队报名了 这才发现 自卫队报名也是分等级的 如果你学历高的话 进自卫队就可以作为军官培训生 但是宅坚守只有夜校的毕业证 所以根据规定 他只能够做地勤等后勤服务 宅坚守虽然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进入了航空自卫队 但是现实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不是军官 甚至连当士兵的机会都没有 这对自视甚高的他来说 很难接受 因此他在地勤服务期间 想着这个位置 升职的空间反正也不是很大 所以工作态度也不积极 有一次 宅坚守违反了自卫队的规定 私自带一名离家出走的女孩 回到了宿舍 并且提出想要和女孩发生关系 女孩子不愿意 两个人在宿舍里面争吵了起来 这个时候旁边的同事赶了过来 宅坚守因为这个事情 被自卫队给除名了 被除名之后的宅坚守 只能够回到了一单市 因为没有很好的学历 又被自卫队除过名 所以他也只能够做一些临时工 但是因为他性格的原因 他和周围同事基本上都除不好 在两年之内 他就换了18次的工作 相当于一到两个月 就要换一次的工作 说明在这个阶段 宅坚守基本上处于一种 不稳定的状态 而这种不稳定的工作状态 一方面导致他收入很不稳定 而另外一方面 造成了他性格变得更加的急躁 1984年10月左右 宅坚守在一单市一家公寓 当了一名保安 他做保安没有多久 在值班的时候看到了一名女性 独自上楼 他也跟着一起上去了 还谎称是在楼上解锈设备 但是在女生到达自己家门口 打开门之后 他立马拉着女生闯进了他的家 并且强行地和他发生了关系 之后女生报了警 在警察局 宅坚守说自己当时 并不是真的想要性侵他 但是突然就感觉 自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想法 导致自己做出了这样的错事 警方为了公平 申请给他做了精神司法鉴定 宅坚守也很狡猾 他在精神病医院 等待司法鉴定期间 说自己受不了这里的环境 趁着医护人员不备 从当时的病房跳了下去 虽然是没有危及到生命 当时的精神科鉴定医生 给出的结论是 觉得宅坚守有精神分裂症的趋向 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 他犯罪的时候是不清醒的 而鉴于他认错态度还可以 女方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法院最终判决他 三年有期徒刑 不过因为他入狱之后 也不是很安分 经常和育友发生小的冲突 甚至殴打过狱警 因此一直到1989年初 他才出狱 出狱之后 宅坚守回到了父母家里面 这里要说一下 宅坚守他还有一个弟弟 在他回到父母家的时候 弟弟已经结了婚 并且带着妻子搬出了父母的家 弟弟自己在一家公司里面上班 是公司的中层领导 回到家里面的宅坚守 因为没有工作 基本上就是宅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他也不消停 想着小时候 父亲经常对他拳脚相向 母亲因为父亲的家暴 还患上了抑郁症 常年卧床休养 也没有怎么教育过他 他一直觉得父母对自己都不好 现在弟弟有出息了 还更加显得他各种不顺了 因此经常在家里面大发雷霆 对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 非打即骂 在弟弟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 还躲着弟弟 甚至有一次 心气不顺 觉得弟弟开着进口车回来 就是来讽刺他的 他就把弟弟的车窗 全部给砸碎了 可想而知 家里面闹得十分的不愉快 父母拿他也没有办法 想着 要不就把他送到医院治疗 要不就只能够选择报警了 警方过来之后一看 这种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 这是你们的家务事 我们也只能够帮忙劝一劝 只能够在走之前 警告宅监手 如果再殴打父母的话 我们是可以逮捕你的 父母想到自己的儿子 才从监狱里面出来 如果真的到时候 又因为伤害罪被逮捕的话 那他这一辈子 可能就真的要完蛋了 所以父母虽然很累 但也是只能够自己承担着 因为父母的这种态度 宅监手更加的死无忌惮了 他不仅在家里面作威作福 还向自己的父母要钱 出去物色骗婚的对象 没有人清楚 他这个骗婚的目的和动机 但是他的父母都很愿意 给他钱让他出去 至少不在家里面祸害他们了 宅监手骗婚的对象 也很明确 就是比他大的女性 或者是一些比较着急结婚的女性 还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草草结束 而第二段婚姻 也只维持了两年多 其中还基本上处于 长期分居的一个状态 婚姻结束之后 宅监手又回到了 肯老的一个状态 他的父亲是一位比较传统的人 在他30岁的那一天 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说 你现在这样也不行啊 你想好以后要做什么工作了吗 宅监手和父亲说 你看我一直都这么不顺 被自卫队除名 又没有过正经的工作经历 临时供别人的又总是排挤我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不过你现在做的工作 我觉得还可以哦 算是政府的正式员工了 也不是很累 这里要说一下 当时宅监手的父亲 通过了地方公务员的考试 一直都在地方的区域所工作 虽然也都是做一些杂事 但是工作稳定 汗浪饱收 虽然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 父亲听到他这么一说 竟然主动和区域所 申请提前退休 他还说 可以不要退休后的退休金了 希望区域所 在他退下来之后 把宅监手招进去 顶替他的工作 区域所的领导 虽然觉得有点为难 但是想着他的父亲 一直都是勤勤恳恳地 工作了这么多年了 表现得也很好 因此给面子 答应了宅监手的父亲的请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宅监手后来会成为 地方公务员的原因 刚开始宅监手表现得还算不错 但时间一长 他性格的问题 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在经历了几次 调换岗位 都出现投诉之后 区域所实在是 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就将宅监手 从公务员当中除了名 于是宅监手 又不得不开始找工作了 在这期间 他家里面还出了一个事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他的那个弟弟 因为自己创业失败 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患上了抑郁症自杀了 这个时候宅监手就不禁想了 我们家是不是被谁给害了呀 怎么母亲是抑郁症 弟弟也是抑郁症呢 那我自己是不是也有抑郁症呢 这个时候 他给自己的心理压力 其实已经很大了 再加上找不到工作 非常的不顺 在这期间 他和周边人发生冲突的次数 越来越多 进警察局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 警方呢 从刚开始 对他进行口头教育 到后来变成了拘留几天 但是他一直都屡教不改 最后只好警告他 如果再犯事的话 就得背负刑事责任了 宅监手这个时候就想 我现在再进监狱的话 人生肯定就完了 造成我家的这个情况的 都是这个社会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们排挤我 才会把我逼成这个样子的 不行 我要在进监狱之前 做一件大事来报复社会 让他们知道 这就是欺负我的后果 2001年6月8号上午10点左右 宅监手开车 来到了他前一天晚上 就选好的学校 从正门旁边的车辆进出口进去 停好车之后 他带上了两把22厘米的切菜刀 穿过了学校的操场 闯到了教学楼一楼 砍伤了当时 留在班里面休息的五名学生 随后他又到隔壁的几个班级 接连砍伤了学生 最终造成了8人身亡 15人受伤 对守无村铁的孩子下手 已经罪不可赦 更可恨的是 在被逮捕接受审讯的时候 宅监手狡辩说 自己之前因为情绪不稳定 吞吃下了处方 十倍数量的安眠药 因此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了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而根据警方 对他家的搜查结果和司法鉴定 他一周之前开的200多瓶安眠药 还好端端的在房间里面 而且他也没有所谓的精神病 完全不存在精神不清醒的情况 司法鉴定的结果显示 宅监手有反社会人格 和妄想性精神障碍 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行为 完全不存在同理心和同情心 经常就是妄想着别人排挤他 他的不顺都是因为周围环境所引起的 在他受审期间 他从来没有对自己伤害的人 以及被害人家庭 有过一点点的歉意 甚至在法庭上面叫嚣 你们反正是要判我死刑的 八个人的命才敌我一条命 他们的命也太不值钱了 当法官问他 还有什么后悔的事情要交代吗 他的回答是 我后悔没能够逃掉 反正都是要判死刑的 当初我就不应该去找小学 而是应该去幼儿园 那样的话 就能够造成更大的伤害了 我就更舒服了 这样毫无悔意的态度 引起了被害家庭和社会的激烈反抗 他们游行表示 一定要判处翟坚守死刑 最终经过一年多的审判 2003年8月28日 翟坚守被判处死刑 2004年9月14日 翟坚守被实施绞刑 这起案件对日本的司法界和社会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事件发生之后 日本在日常警务巡逻路线当中 加强了对学校的巡逻和保护 司法界也修改了一些 相关的法律法规 学校也规定 学生和教职工以外的人员 都不允许进入校园内 事件到这边讲完了 那么你对这起事件 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回到此 送 к 昇 首 interest Program